好 再来我们就看这个光炸的鉴别率 鉴别率就是说 我有两条光谱线 像纳光 5890跟5896 平常我们分光仪不太好的话根本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那你要分光要分光的power大的话呢 就看得出来 好 这时候看了两条光谱线 你要把它分开 还是我们以前讲的release criteria 就是光谱线 第一条光谱线的主极大 位于另一条光谱线的第一个极小处 这就是勉强看得见 好 根据这个准则 锐利的这个准则 光炸鉴别率的极限 应该是 当两条光谱线的波长差 是delta lamina的时候呢 两个主极大的角距离 角距离本来就是这个 我们刚刚才求过的 对不对 距离是这个 好 现在我们看看 这是我们刚刚才求过的 现在我们看这个鉴别率的定义 鉴别率的定义就是这个 比如说你这个坡长 比如说你这个坡长 5890跟5896 两个坡长 坡长差是这个 就是说就在5890旁边有个5896 你要把它分得开的话呢 那就是说 你能够分开 那就是说 这个 两条光谱 在这个坡长之下 附近 这个坡长 比这个坡长多一点点的 这个delta lamina 就是两条坡长 这个可以当作其中一条坡长 或者是 这两个不同坡长的 一个average value 那么这两个坡长差 坡长差 你能够分辨的坡长差越小 那就表示你这个 resolving power越大 你这个坡长差 越大就是 你这个分光 你这个 这个鉴别率就是 越小了 所以由上面的 这是它的定义 定义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你看 这个 当坡长差 是这个的时候 这两条坡长的 小位置 它的半宽度 半宽度 就是一条的主极大 是另一条极小的 落在另一条的极小 那么这个delta theta 是这么大 所以如果两条光部线的宽度 delta theta theta 很小的时候 它对应的坡长 delta lamina就很小 所以它的 鉴别率呢 必定是很大 也就是说 你这个两条坡长 它所能分开的角度 越小 那这个 就是说 你在越小的角度里头 这两条 框不线 你能看得清楚 要看得清楚 才算了 它们之间的 角宽度 越小的话 就是你这个分光的 看得很清楚 看得更清楚 越清楚 那就是这个分光镜的 resolving power越大 将两条光线 间的角 delta theta 距离 视为主极大的半宽度 就是主极大的半宽度 那这个 这个本来用delta 用d theta 这个d lamina 我们画成这个样子的 那么delta delta theta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 这个我们前面呢 前面我们导过了 对不对 现在另 有这个设置 另delta theta 等于这个delta theta 等于delta theta 也就是说 这两个相等 两个相等 那我们就有 这个设置 要等于这个设置 这我们刚刚导过了 好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 鉴别率 等于N M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这鉴别率啊 我们不要去看什么 脚宽度 那个 我们就从这个 结构上面 你这个 光榨 结构上面看 你N越大 就调数越多 它分光能力就越强 还有就是 你成像 就是它的干涉条纹 急速越大的地方呢 它的 鉴别率就越大 所以这个要记住 OK 所以以上结果 知道光榨的 鉴别率 与色伤度 相同点是 两者 都随着 急速的增大 而增大 但色伤度 不同的 就是说 鉴别率 与霞凤的N 有关 可是 而与相邻 两个辖峰的 间隔低 没有关 你看这没有低 没有低 OK 好 现在我们看 可见光的 波长范围 是从400nm 到700个nm 一个平面光榨 每公分 有6000条 嘲讽 垂直入色的 白光 它第一级 光谱的 角宽度 是多少 那当然 你要 算这个 紫光 这个红光 紫光算一次 红光算一次 它这个 角度差 就是 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 第一级 光谱的 这是第一级 光谱 它的角度 这是 你用这个算 就是紫光的角度 这个是 红光的 这个 角度 那么 首先 我们就 把它的 两条 辖缝间的 距离 算出来 W over N 它的宽度 是 每公分 有这么多条 由量文 产生的 条件 M等于 E的时候 破产 如果是 紫光 偏下角 我们用 Theta Violet 来代表 Theta 是 M Lamina D M等于 E Lamina over D 13.9度 700 Nm的 红光 偏向角 也是一样 用这个 公式带 就是 破长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24.8度 所以 它的 角宽度 第一级 角宽度 就是 紫光跟 红光之间 角宽度 Deta Theta 就是 这两个 角度的差 10.9度 好 现在我们要 一个例题 就是证明 平面光炸 可见光谱 第三级中的 紫色光 第三级的紫色 跟第二级的 红色 重叠 那就是说 你这个 紫色光的 这个 角度 小于 这个红色光 第二级红色光的 角度 我们还是用 这个 第三级 紫色光 这个用3 这个用 紫色光 400nm 是等于这个 第一 大家都一样的 第二级光谱中的 红色光 这个用2 这个用2 OK 这个用红色光的 700nm 得出来是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哪一个比较大 哪一个比较大呢 这个比较大 红色光 第二级的角度 要比紫色光 第三级的角度 大 所以 这两个 就重叠 第三级的紫色 跟第二级的红色 重叠 好 再看一个立体 一个绕色光炸 总宽度是25.4mm 有这么多条 1.26万条 嘲讽 将纳蒸气发出的黄光 垂直入射于光炸上面 这个光还有两条极小的光谱线 这是纳光 纳蒸气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5890跟5896 差不多 好 这个波长的第一级亮门 出现的角位置是多少 用光炸的射上度定义 计算 这一对光谱线 在第一级光谱中的 角间隔 这个 角间隔 要能够分辨这一对光谱线 光炸需具有最小的嘲讽数 N是多少 现在我们看 相邻二侠缝的间隔 是什么呢 是这个 W 被几条来除 就是两条光谱线的距离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到θ 要等于这个 第一级 第一级量文出现在哪里 第一级的量文 这第一级 这个呢 我们就用这个5890 这个字比它差一点点 第一是 这个写错了 这是2.016 这应该2016才对 我这个老是会打错东西 OK 这2016 算出来就是16.99度 色散度 我们用这个式子 这是第一级 第一 2016 2016 这就写对了 cos θ 算出来是这个 每一个nm 有这么多个radians 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到delta θ 是等于0.0175度 这两个的小宽度 是这么多 然后我们看鉴别率呢 就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n 它是等于n乘m 定义是lambna over delta lamina 那我们就把这个 n呢 就当作是 m 现在n m是一级了 第一级了 lambna average 我们用这个 不是用5890 也不是用5896 就是两个的average value 589.3 好 除一除 就是 你最少最少需要 999条 嘲讽 才能够看得见 好 现在我们介绍这个x光绕色 在1895年呢 伦秦 他发现了x光 后来我们发现x光呢 它是属于一种坡 它具有穿透性 既然是坡的话呢 那它应该是有这个绕色跟干色的这个现象啊 可是我们用双峡缝干色来做实验 看不出它的干色条纹 好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就是说 这个时候的lambna 比a宽度 比a宽度 要小太多的关系 小太多的关系 因为 它是什么呢 a sin theta 要等于m lamina 就是它的这个 或者是我们用这个干色的 d sin lamina 等于m lamina d sin theta m lamina 那m等于1的时候 那sin theta 它就等于lambna over a 对不对 那lambna太小太小了 那就表示 你这个c太小了 两条量文靠得太近 你看不出来吗 好 到1912年 Loy 他 就想到 用这个固态的晶体中 固态晶体 相邻的两个原子间的距离 这个距离比我们霞峰要 要小得多了 用这个来做霞峰 让X光通过这个晶体 那么果然它得到一组 有规则的这个 所以在1913年 科学家 他是认为是这个了 到这个1913年的时候 这两个科学家 他们就是用一片 就是一片露化钠的晶体 用X光光束 穿过它 在底边的后方就看到 点状的绕色图案 就像这个样子 这个晶体Crystal X光照过去 结果在这里头看到亮文 这个亮文不是乱七八糟的 每次做都一样的 有规则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绕色图案 绕色图案 所以这个实验成功的证明 两件事 第一个就证明 X射线的确具有波的性质 另一个证明就是 晶体中原子 是做有规则的排列 你如果没有规则排列 不会有这种规则的 这个图案出现 从这个以后 那么这个X光 就变成一种 非常有用的工具 来研究晶体的结构 这个就是路化纳的晶体 路化纳的晶体 那么这个大的就是路 路原子 小的就是纳原子 那这个就是代表一个金包 金包 它这个宽度 它是一个立方体 每一边的宽度 就是A0 那我们把这个 这一个这个 就是代表一个这个 这个东西 这样排列 你看它是做一个 有规则的排列 那么我们看出来它的 我们算出来它的A0 是0.563个nanometer 这个比我们那个 绕色实验中的A要小得多 好 这个 这个A0就是这个 中间的图是路化纳晶体的 接面图 你把这个 从这里 切下来 右图是用这个 单位金包表示 接面图 这个图用这个来表示 这个 旁边一个这个 这样 每一个单位金包 可作为X 射线的绕色中心 就是你这个 X光射到这里以后 它会绕色 四面八方 这里照过来 四面八方都会有绕色 照到这里也是四面方方都有绕色 那两条 射到同一个位置的这个 这个绕 这个上色线 会产生这个 干涉 于是就会产生亮点 等等 这个 它这个角色呢 就好像是 霞凤一样 这个 这个角色就好像是霞凤一样 底下我们就看一个 在X光实验里面的 晶体里面 在Brack's Law Brack's Law是说明 X光束 射入晶体中 产生绕色的条件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单位 金包 结构 好 你看 这个线连成的 这就好像什么 这个 不是 这个连起来 就好像 一个平面一样 连接某一组单位金包的虚线 代表一组平行线 相邻两条平行线的距离 我们用第一来表示 这就好像两个平面 这也是平面 这也是平面 一组平面 当然它不一定要这么连 你 这样连也可以 这样连也可以 而且你不要 这个是连这里 对不对 你这样连也可以 你这样子连也可以 它连接法有很多 好 这是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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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们看 这就代表 这个平行线 这是D 入射的X光 如果是这样的话 然后射到这个 氢体 它就会有散射线 对不对 散射 散射就是 哪一个方向都有 但是我们挑一个方向 大家都朝这个方向去 那这个比如说 它入射的 我们假设这个角叫做θ 然后朝这个方向去 正好这个角也是θ 我们挑一组这样子的来看 挑一组这个 那么 好 挑一组这个 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图上面来看 这个角是θ 这个角也是θ 那么这个角也是θ 因为这个角的这边跟这边垂直 这边跟这边垂直 所以两个角 两对应边互相垂直 这两个角 不是相等 就是互补 现在很小 当然就是只有相等了 这个也是一样 也是θ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 这一条线 到这里 我们把它当作反射好了 其实它是散射 我们选这一条 这一条 到这里 也是散射 也是反射 那这两条呢 在这个界面上面 它的光层都是零 这个跟这个光层是零 到这里还是零 但是等它转个弯到这里来 它这个呢 要多走这么一条路 才过来 所以这两条光线 这个 入射的跟反射 它的光层就是 光层差就是差在这个 A到B B到C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 看出来 如果光层差是 颇长 的整数倍的话 就是一个亮点 或者亮纹 亮纹 好 那么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它的 看它的光层 这个等于多少呢 就是这个的两倍 这个的两倍 好 我们知道 这个是D 这个是Theta 所以这个是什么 D Sine Theta 两倍就是两倍的D Sine Theta 那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去 所以 产生 相长干涉的条件 就是2D 3Theta 等于M Lemina M等于 E23 等等 这就是 Brack's Law OK Brack's Law 所以说 那么我们 一个晶体 要产生 这个 产生 这个 一组的亮纹 那这个 坡长 跟这个D 之间 必须满足 这个事 满足 这个事 就是由这个条件 才会产生 OK 那就说 你D是固定的话 那你的坡长 一定要 这么大 一定的坡长 M等于1 是一种坡长 M等于2 又是另外一种坡长 这些坡长都可以 介于1.5之间 就不可以了 介于1跟2 这个1.5 就不行了 好 现在我们 看这个 一个例题 X光 坡长是这么多 要以 何种角度 就是这个角度 多少 投射于 晶体虚线中的 一组平面 就是这个平面 才能产生 绕色图案 假设这个晶体 是路化纳晶体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到这里 是A0 A0是 0.563个 Nanometer 这也是A0 好 我们从这个结构 可以看出 第一是等于 更好五分之A0 我们等下个投影片 会证明这个 它是等于这个字 A0带进去 更好五 所以这个D 这个D之间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带到这个 Black's Law 里面去 我们得到 θ是等于 这个字 好 这个M 可以等于 12345 当M等于1的时候 是12.6度 M等于2的时候呢 是25.9度 M等于3的时候 是40.9度 M等于4的时候 60.8度 M等于5的话呢 不合理了 就不存在 因此呢 M大于5的绕色图案 不存在 不过我们可以 就说 证明出来 说因为这个晶体 它是一个对称性的 对称性的 所以当M等于1 就是单数的时候 1 3 5 1 3都不存在 现在只有1 2 3 4 1跟3不存在 只有M等于2跟4的时候 存在 这个就是我 说刚刚要证明 这个D等于 根号五分之A 比如说这是A 这个是A 那这个是2D 那这个就是D了 你看这个直角三角形 跟这个直角三角形 Sine Theta Sine Theta 由这个直角三角形看 对边比上斜边 所以它就是D over A 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 D是等于 根号五A 好 X光 绕色 我们就介绍这里 底下我们要介绍 Holograph Holograph 全像素 全像素 它就是一种照相技术 一种照相底片 我们的相片 你是平面的 你只能看一个角度 这个呢 它可以看到一个 它产生的影像 你可以看它的侧面 正面可以看 侧面也可以看 那就说 一般的照片只能记录 物体的二维影像 而全像片呢 却是三维的 全像影像 可以从不同角度 看它侧面的相貌 也可以在不同的角度 距离做影像 远近的透视 站得远一点 跟站得近一点来看 都可以 制作全像片的原理 非常简单 比如说 我们要制作一支 杯子的全像片 那么我们的装置 是这样子的 这是杯子 杯子 好 我们用一束 雷射光之 平行光线 照过来 有一部分 就照到这个平面镜 一部分就是 照到这个杯子 照到这个杯子以后呢 它就产生绕色 对不对 散色 散色 那平面镜的这一组呢 经过反射以后 跟射到这里的一组 散色的光波 在这个底片上 产生 干色条纹 就是亮纹或者是暗纹 亮纹或者是暗纹 那这就是底片 底片呢 再翻一次 暗纹变亮纹 亮纹变暗纹 那它就是一组 有亮纹 有暗纹 所构成的一个 一个底片 然后你要 要看这个 要看这个像 怎么看呢 我们就拿一组 这是底片 雷射光照上去 然后这上面不是有亮纹吗 那么亮纹的地方 都可以当作是 同步的点光源 对不对 那点光源就四面八方 都是产生绕色 散色 四面八方的 辐射 于是就有一组光 你如果把一个 屏幕在这里 这里会有一个杯子的 像呈现 这是诗像 你眼睛在这里看呢 也会看到一组光波 聚焦 好像从这里出来 就是这个杯子 现在我们这样子讲 可能我们听不懂 我们现在看最简单的 看一个指点好了 因为这个杯子啊 杯子你可以看成是 好多好多个指点 所组成的 聚集在一起组成的 这个我们都先不看 好 我们现在这么看好了 一个指点 一个点在这里哦 我们用一个 雷射光 这一组照过来 然后它有一个光波 是这一组的光波 对不对 另外 这个光射到这个指点以后啊 它会产生散色 又是另外一 一组光 因为这两个光源呢 都是来 这一组光是这样子的 从这里绕色 有一组 它绕色有很多方向 有一组是这样 于是这个平面波 跟这个球面波 就产生干涩 你像这个地方 香蕉的地方 就是干涩 干涩 干涩呢 就产生什么呢 香斩干涩 就让这个底片 如果这有底片在这里的话呢 感光 感光这个 然后这个香蕉干涩 就是暗纹 这个底片没有感光 所以它就是 就是一片 就是亮纹 一条亮纹 一条暗纹 一条亮纹 一条暗纹 它就是一个圈圈 一个指点的话呢 它在相片上的 干涩图案 就是这个样子 长得这个样子 一组同心圆 同心圆 就是这两种坡 在底边上产生 明暗相间的 同心圆形的干涩图案 亮圈 代表未感光 这个地方 你洗掉呢 就变成亮的 那么暗纹这个地方 就感光了 洗不掉了 变成暗纹 原心处 欧点是一个亮纹 好 现在我们就看 那你这一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Hologram 全相片 全相片 不是刚刚讲的 一圈一圈的暗纹亮纹 暗纹亮纹吗 好 那我们再一次 用雷射光 刚刚那个雷射光 照在这个图案上面 不一定要刚刚的 只要有雷射光就好 因为它这个都是同步光源 然后你看 亮纹 照在亮纹上面 这个光就透过来了 因为亮纹上面的 每一个光点呢 都是一个新的点光源 都是同步的 所以每一个亮纹 都是同步点光源 于是 它发射的光 每一个点光源 就是四面八方 发射光 有一组 有一组 它的光波变成这样子 就是有一组光线 大家有一组 你到这里来 它也到这里来 它也到这里来 聚焦在这里 那你摆一个幕 屏幕摆在这里 这里就一个点状 十项 这是十项 如果你眼镜在这里看 它另外一组光线 它是从这里 持续这个 朝这个方向 这个就是同心圆 因为这个画不上去 你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其实它也是跟这个一样 同心圆 你眼镜在这里看 在后面看 就顺到这个方向看 好像这个光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这是眼睛看到的 这不能成像的 不能成像在屏幕上 所以这个是什么 一个虚项 点的虚项 如果你是一个茶杯的话 像我们刚刚讲 茶杯的Hologram 那你在这里头就会变成一个 实像 可以呈像在这个屏幕上面 但是我们用眼睛看的时候 就看到这里有一个茶杯的项 是虚项 虚项 那你的 你可以 不一定要 在这个方向看 你可以侧面看 走到旁边去看 都可以 那这是Hologram 这个就是Hologram 不但如此 比如说我这个Hologram 全像片破掉了 搞坏了 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这一点点就可以产生像 不过它的intensity比较小而已 因为它产生的这个 这个干涉条纹 跟刚刚这个是一样的 OK 那么这个就是全像的这个 它的这个道理在这里 好 我们全像书 全像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OK 那么 几何光学呢 我们 也就到这里结束